两圆的公切线 在平面上,如果一直线同时是两圆的切线,则称为公切线。 例如,直线L及M同时是圆O1与圆O2的切线, 就称直线L及直线M是这两圆的公切线。 而其中公切线上的两切点连线段就称为公切线段。 例如,线段AB及线段CD为两圆的公切线段。 由画面可以看到,圆O1和圆O2都在它们的公切线L1的同一侧。 此时,称直线L1为圆O1和圆O2的外公切线。 而当圆O1和圆O2在它们的公切线L3的不同侧, 则称直线L3为圆O1和圆O2的内公切线。 当两圆的位置关系不同时, 它们的内外公切线数会有以下的变化。 当两圆外离没有焦点时, 标示蓝色的为外公切线有两条, 而标示红色的为内公切线也有两条。 当两圆外切于一点时, 外公切线有两条, 而内公切线有一条。 当两圆相交于两点时, 外公切线有两条, 却没有内公切线。 当两圆内切于一点时, 外公切线有一条, 却没有内公切线。 而当两圆内离没有焦点时, 两圆既没有内公切线, 也没有外公切线。